在新加坡出生 目前是美国公民的喜剧脱口秀演员乔斯林 拿马航MH370空难悲剧开玩笑 还口出脏话侮辱大马人 引起全民踏伐 新加坡驻马最高专员得知消息后 索速上线 向我国道歉 但还是无法平息众怒 多名国会议员纷纷谴责 这名女子的狂妄行为 政策部部长陆兆福更是痛皮她 无理没教养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的问答环节后 民主行动党日落动区国会议员雷尔 援引议会常规第369条文指出 乔斯林在美国演出时 以侮辱字眼问候我国和马来西亚级观众 还狂妄地嘲笑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 雷尔希望国会下议院 作为我国的立法殿堂 朝野议院可以严厉谴责 这个不当行为 SOT 雷尔说虽然新加坡驻马最高专员 瓦努格巴拉梅农已经针对这件事向大马人民道歉 但他还是希望新加坡当局采取积极行动 确保伤害马兴两国关系的事件不再发生 另外随着风波闹大 多名国会议员也纷纷开声谴责 交掌陆兆福批评乔斯林无礼没教养 以200多条生命悲剧当作笑料 丝毫没有敏感度 而且也很不人道 而通讯及数码部部长法米则认为 MH370事故是大马人心中永远的痛 乔斯林的做法足以证明他缺乏洞察力 至于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表示 这件事将交由执法单位调查 乔斯林的不当言论触动国人的怒火 武统青年团团长阿克马更召集团员 明天到美国驻马大使馆示威 并提交抗议书 在这之前 乌青团今天下午已经针对这起事件 到吉隆坡金马景区总部报案 要求警方立案调查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明天下午